吃羊肉爐会不会吃到猪 很怕的是混到莱猪 现在吃羊肉爐这个补气 补一下元气 的确越来越多了 但是消保会就去抽查市面上 50家实体业者还有网拍业者 就发现有人就这样混来混去 台南有一间老字号的羊肉店 还有6间网拍业者 他们卖的沙茶羊肉还有羊肉丸 里面居然掺杂猪肉 店员说他们进口的都是澳洲羊 但是消保会就怀疑 因为羊肉比猪肉贵四倍 所以业者会不会利用这个差价 加了猪肉加羊油去调味 想要来降低成本呢 现在专家更怕的是 如果这些猪混到莱猪的话 恐怕会影响健康 天气转凉 民众到台南老字号羊肉店 买药炖羊肚汤和沙茶羊肉温服一下 价钱超便宜 但吃起来口感觉得有点怪 你进口感觉就变成了 澳洲 业者宣称羊肉澳洲进口才能适合 但民间消保会根据民众提供料理送 SGS检验 沙茶羊肉竟然混杂猪肉 餐猪肉并没有食安的问题 但是有欺骗消费者的问题 消保会总共抽查50家网拍和实体业者 七家餐杂猪肉挂羊头买猪肉 从羊肉丸到沙茶羊肉 民众以为吃了饰养 但其实是猪肉 那他们为了让他增加他的真实性 他的加了猪肉以后 还要加一点羊油 消保会怀疑羊肉混杂猪肉降低成本 因为根据农委会资料 1号的猪肉批发价每公斤76块钱 但羊肉却高达305元贵4倍 根据实案法 业者未完整标示可罰3到300万元 标示不实罰4到400万元 还有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意图欺骗他人而为虚伪标示的情形 对于指控老字号羊肉店业者尚未回应 但挂羊头卖猪肉到底货源自哪来 就怕跟进口萊猪扯上关系 消保会已经把资料提供给 卫福部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得参加讯讯王苏宏 高雄导 好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去玩 总是要品尝一下在地的这个名产 在花莲呢 有一个排队名店 哇塞 这个排队人也太多了吧 在这里呢 公正包子店 每到假日呢 这观光客就会来买包子 但是有很多人呢 想说 我就路边停一下 赶快下去买再上来 然后围停的车就越来越多了 下车买包子的乱象呢 造成了市区的交通 每一次呢 到了假日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塞 那么花莲县府呢 为了要抓这种围停啊 所以呢 就在路口架设了 七支的这个执法设备 短短五个月哦 光是这个公正包子店门口呢 居然就开出了3125件的违规罚单 民众直呼太夸张了 灯笼一打开 热腾腾的包子出炉了 包子店外大牌长龙人潮从店门口 一路绕到街角完全看不到镜头 电源的寿也没停过 公正包子是花莲知名的必尝小吃 经常有观光客围停就为了下车买包子 造成市区车流严重堵塞 花莲警方从今年5月开始 在中山路五个路口设置七组科技执法设备 短短五个月取缔七千多件违规车辆 其中排队民店公正包子前 就取缔了3125件 将近占了总数的一半 让民众直呼太夸张 可能要再多发布一些 大家知道说这边不能引擎的话 最怕一些外来的客人 因为并不知道这样可能是处罚 民众质疑警方刻意在排队 民店路口架设科技执法设备 针对不知情的游客开罚 民众可能只是下车买个包子 短短三分钟内就会吃上 1800到2400元的罚还 不止消费者受影响 店家也怨声连连 以我们生意男人来讲 当然是不好 因为没有办法停车 大家就没有办法 尤其是外线市的 所以他们还是一样造停车 违规建树大幅降低 看起来成效卓越 但民众认为科技执法应该更有公平性及普遍性 才能够真正降低层出不穷的围庭事件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 有一名男外送员呢 他在彰化市啊 这个路口呢正在等红灯 结果呢 这个绿灯亮了 他就没有第一时间呢 就往前骑 那旁边的骑士就提醒他说 可以走了 没想到呢 他以为对方在跟他呛瞎 两个人就这样在马路上吵起来 这个外送也不送了 当场在吵架 然后呢不断的骂对方 结果呢 这个人好心提醒 居然被骂 他也很生气 打电话报警说要提告 那么警方依法呢 就把这外送员也带回警局了 没想到呢 这外送员呢 情绪又上来了 又生气了 他说什么都不要进警局 又跟远警拉拉扯扯 最后呢 六名远警来到现场 优势警力将他压制在地 外送员火气很大 对着骑士大声叫嚣 还出言恐吓 原来他不满后方骑士催他绿灯不走 瞬间理智线断裂 还一秒军人魂上升 要求对方立正站好 起来是的 他帮你站好站好啦 我下面的站好 骑士不甘受辱 打电话叫警察 外送员被带回派出所 冲突还没结束 他情绪再度失控 在所外与远警爆发拉扯 六名远警 有男有女将他团团包围 彰化这名苏姓外送员 一号中午在中山路口停等红灯 没想到绿灯了后方骑士豪心提醒 却因此恼羞成怒 警方还在他身上闻到浓浓酒气 在拍手外情绪再度失控 有陆骂远警 远警依妨碍公务予以逮捕 酒后骑机车送餐 跟民众发声口叫 这下被依公然侮辱 恐吓妨碍公务及公共危险罪移送 罪加好几等 记者车身闻神父李云杰 讲话不倒 桃源中立有一名休假的远警呢 半夜一点多的时候经过超商 结果呢当时就发现 有一名男子在ATM就提款机前面 鬼鬼祟祟 而且呢这些人很奇怪哦 一边领钱一边呢就要查看手机 好像是在对什么资料的感觉 远警呢直觉 这应该是诈骗 果然没错上前盘查 抓到车手 开门一下领检哦 来来来前座呢 前座要去买东西 车上的同伙向警方公称前座的驾驶去买东西 殊不知驾驶刚刚已经在超商因为提令赃款 早就被警方当场逮捕 同伙当下不知情想蒙骗过关 全被远警请下车 今天下车好不好 桃源市中立市一名休假的远警 凌晨一点多经过远化路上的超商时 发现ATM前有一名男子省色慌张 一边领出大把大把的现金 还一边反复查看手机 看起来心机诡异 远警立刻上前表明身份盘查男子 并通知同仁前往支援 ATM前的24岁王姓男子 直到自己当场人章智祸 只好乖乖坦承自己就是车手 而且还有两名共犯在车上等待接应 警方在车上查获60万3000元的赃款 以及提款卡15张 并将24岁的车手 以及车上把风的24岁赖姓男子 和27岁五姓女子逮捕到案 承案将以刑法诈其罪移送法办 记者刘志璇旅节桃源报导